人怎麼這麼多 啊 好痛喔 聽說剛龍丸的鼻子容易一撞就歪 是真的嗎 如果龍鼻那麼脆弱 應該就不會成為國人最愛整形之一了 事實上包含微血管和神經的鼻子 就算是普通人也經不起大力撞擊 尤其恢復期間 植入鼻樑的甲體根基未穩 更容易被外力、體質、生活習慣等影響 像是佩戴有框眼鏡容易壓迫鼻樑 吸煙容易造成症候感染 有鼻過敏困擾的患者植入矽膠後會加劇症狀 最後再打噴嚏 醒鼻子的壓迫下甲體外露感染 追求方便快速 但你以為注射型龍鼻就安全了嗎 臉部因為微血管重多 無法保證注射療程完全沒有風險 微診注射副作用輕則異物反應 嚴重可能造成瘀青潰爛 甚至失明等意外糾紛 因此即便是小手術也不容輕忽 鼻子不僅是人類重要的呼吸器官 它的形狀更會影響我們的外表和功能性 所以術前諮詢比起理想的鼻型外觀 更應重視患者的身體狀況 千萬不可忽視健康與美貌的平衡 謝謝大家